溫柔模式啟動 大家好我是雅次元 2、3月至常版動畫或電影陸續上片 而曾多次獲獎的漫畫 《深知行改編動畫電影》你有聽過嗎? 去年與日本上映今年則在3月底 與台灣與大家見面的《深知行》 就是今天要來向各位推薦的好作品 最近我在關注動畫電影的 應該也都聽過了《深知行》是不怎麼樣的作品 其描述的是一位聽障少女西宮蕭子 以及國小曾經霸凌她的男同學石田將也 和許多戶有牽連的朋友 與高中時期發生的拍攝與包容 因為所描述議題爭議心高以及過於現實 原作在當年獲得新年漫畫獎時 因此而無法在周刊上砍登出版 直至2011年才得以正式問世 而去年由京都動畫公司改編的動畫電影 更使其一舉成名 力壓其他作品勇奪東京動畫獎電影類最佳動畫 編劇吉田林子爺獲最佳編劇肯定 而我不得不說 金阿尼真的造就一部各方面都相當優秀的動畫 對金阿尼有所熟知的人應該都知道 他們的作畫水準始終如一都是高的嚇人 而本次的深知行是我個人認為最高的巔峰 在保留漫畫畫風的同時依舊有著一貫的金阿尼風格 配樂以下的相當有味道 有些部分可說是略為前衛 且又不失恰當 早見沙之配音的修口 更可見其深憂功力不凡 除此之外 高度的劇情張力及人物心理描寫 以及聽障者霸凌者與英國關係的敘述都相當到位 在幽默與元素的交織之中又富含教育意義 讓它成為所有年齡層都能夠用心觀賞的優秀作品 總之深知行是繼去年從10月開始的許多動畫電影中 我個人認為真的值得去電影院好好體會一下 好好感受一下氛圍的好作品 如果要和你的名字相比 我覺得雖然在二刷意願與近期程度上 你的名字超過深知行 但是以代表意義及心靈感到來講 深知行更勝前則許多 推薦給喜愛原作的觀眾 也推薦給不熟悉故事的各位 最近優秀的動畫真的頗多 但這部作品絕對是名符其實的好作品 那麼接下來一往常就是會有爆雷的心得啦 雖然我這次基本上不是牽扯劇情 只會探望其中的優缺點與角色的心理系來做分享 不過如果你怕任何一點點的驅逗 還請訂閱後右上角出口 謝謝倒數 一個好的遊戲或是動畫、電影、小說 如果富含一個深遠的意義或是其優秀的 讓人說不出話 身為評論者或是說分享心得者 就會變得難以下筆 生怕哪個小小的詞彙或是意見糟蹋了一個好作品 而深知行就給我類似的感覺 他所想體現的含義對於不是當事者我們來說太過於沉重 就算試圖想了解角色的心境轉變 或者說自以為了解 身為觀眾的我們卻都只有心痛的分 對於作品我們基本上都能表達出四種情感 喜悅、憤怒、哀傷、同情 卻往往表現不出許多作品的人物都會有的情境 孤寂 這樣也因為在小學霸凌收口太為過火 之後反成為了被霸凌的對象 長大後的他從周邊圍繞許多朋友 變成人人都對他的敬而遠之 他所曾對西宮幹過的事都一一的發生在他身上 潑水、塗鴉、屍體傷害、口出惡言 當這些惡果全部回到他身上 五年後升上高中 已經不知道自己的定位究竟為何 他只希望能夠對西宮贖罪、同時對自己贖罪 而當年曾與他一同欺負西宮的同學 在當時改變他人生惡劣事件發生時卻都冷眼旁觀 直接心底孤立他成為大惡人 而理應更加成熟的高中時期 唯一改變的認真反喜過往自我的 只有被孤立的10天 電影運用巧妙的鏡頭安排與設定 讓我們知道當年的其他人死毫沒變 遇險就拋棄的朋友 從無知知之明的人渣 總當假好人的惡人 選擇逃避的旁觀者 是這時10天才逐漸意識到的真正朋友的重要 但由此一日的他卻知道與西宮的再相遇 依然無法接納別人看待他所作所為的眼光 而西宮神偽弱勢 從小就面臨許多的考驗 一個又一個的事件 一次又一次迫不得已的轉學 讓他認為他的存在會帶給周圍不幸 他是個停戰患者 是個言語略有障礙的一般女子高中生 然而卻無法過跟一般學生一樣的生活 從前至今累積的壓力辱罵 每次每次都是一句無可奈何的對不起 讓他變得容易看清自己跟不清楚自我價值何在 而因為如此他基本上沒什麼朋友 儘管能有家人依靠 但到了高中原本曾試圖開啟心靈與別人交流了他 卻因為種種不順而逐漸放棄 直到與10天感動的再會 5年前他透過手語表示想交朋友的意圖 現在將也以聲勢的手語比出了我能和你做朋友嗎 並還給他當年用來筆談的筆記本 一句無聲話語一本說不出的回憶 還有什麼當下能比這個瞬間更為感動 為什麼說這部作品值得探討劇情嚴肅 因為不只是霸凌與身心障礙者的議題 自殺這個字眼在原作中可說是重複了好幾次 人常常因為看清自己 常常因為某個生命中的重大轉折而再也難以改變 無法接納他人也無法接納自我 對於在社會上在團體中被鼓勵之人更是如此 封閉的心靈拼置了時光的流轉 就算已經試圖改變卻忍不見轉機 迷惘與絕望隨之而來 在日復一日對某些人來說無以贖罪 對另外某些人來說無以突破現況的日子中 做什麼彷彿都已經沒了意義 久而久之就會選擇了結這一切 對劇眾的將也來說是這種因果報應 因為欺人太甚而成為被欺凌的對象 這點他再明白不過 雖然選擇了改變但是反省的過去卻看不到未來 要不是有了真正的朋友 要不是每天都可以開始期待見到SHOKO 他恐怕無法接納自己 更無法接納以前或現在的那些對他示好的朋友 學會去接受自我的缺點或是罪過 並忍耐直到轉機來臨 你不需要強求自己去做做不到事 更不用在意他人的眼光而迎合群體 你需要知道的需要做到的 就是學會擁抱自我的價值 接納 除此之外其實還有許多可以講述的心得 但我能夠想到最好的詞彙或許就是如此簡單 人透過聲音來溝通透過聲音來理解這個世界 而當某天我們之間無法透過聲音清楚地表達 那願天讓我們看見聲音的形狀 讓我們以生之形再次連結彼此的生命 這次的點評就到這邊 你喜歡這部催淚的作品嗎 希望大家能夠留言表達自己想說的聲音 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想得到更多ACG的相關知識 那就訂閱雅思源吧 也別忘記有臉書的粉專喔 我是雅思源 願各位知道自己永遠不是孤身藝人